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啊 稍微有点高打上 匿名类的实现接口 什么意思 咱们就是说定义了 咱们上期也定义了一个接口 然后用非常标准的抽象类继承 以及这个子类实现的方式 今天咱们讲一下 如何用匿名类来实现接口 其实不是很难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 匿名类的接口实现的方式 好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哦 咱们看啊 首先说 我呢定义了一个什么 大家请看这地方 跟上期一样 数据库接口嘛 对不对 这接口里面定义了两个 公有抽象的函数 连接以及关闭 没问题吧 这个连接呢 传一个连接串 是字符形 和上期完全一样啊 然后怎么使用 今天的重点啊 虽然重点 大家请看 其实代码就这么短 其实也不重 咱们看啊 我再限定义一个 匿名类 看啊 首先我这有一个挖 定义什么 叫做mocoDB 假定的一个DB 可以吧 没问题 然后让它去等于 一个object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注意看 去继承 或者说实现 这个接口 然后咱们在这个代码中 及时把这个接口的两个方法呢 给它实现出来 不用像上一期一样 再特殊定义一个类 咱看一下上期的代码吧 你看 这上期的 咱们有一个接口 然后还得单独定一个class 这class叫database 然后再继承 在oracle 再继承database 很麻烦 是吧 咱们这个匿名类就简单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类的实现 连类的名字都没有 就是一个object 就能够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线定义了一个 匿名类 这个匿名类呢 实现了database接口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语法 在java里面也有 如果说这个 对java感兴趣的朋友 看一下我java的那套课程 专门讲解了这个地方 和这个code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一个母子里面刻出来的 非常相像 然后这个接口的实现 其实非常简单嘛 就是说打印一个 匿名数据库径连接 匿名数据库径连接口 这个倒无所谓 这个实现的方法 很通用 只不过这个线上类 匿名类的使用方法 或者说这个写法 您一定要注意 在咱们真的编码过程中 其实是有这种需求的 好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调用 这个地方是定义了一个匿名类 或者叫做mocdb 然后这个用法 跟平时类一样 mocdb.connect连接 然后传一个连接串 最后把它关闭 这都没什么 调用的地方没什么 主要是定义的方式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呢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种方式 在这个安卓开发中 这种方式也支持 您呢 一定要有个了解 好 那咱们试一下 这个今天的代码运行 我把它 算了 我把它都靠过来 多靠过来是最简单 对不对 Go 到我代码当中 Ctrl V Ctrl C OK 好 咱们马上运行 咱说难 大家请看 其实很简单 就这么几行 18行代码 Go 希望我的系统能够快一些 今天 因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系统有点慢 主要是我现在 其实一边在做这个视频 一边还在 其实在下载一个游戏 好 再看 首先咱们定义的接口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做在线类 然后呢 实现DataPay的接口 然后呢 实现两个方法 一个是连接方法 连接匿名税库 一个呢 是关闭匿名税库 都没问题 完全的定义的 符合这个扣子点规范 然后呢 咱们调用这个 这个mocdb 其实我这名起的不好 为什么 开头大写 说明这是类名 应该用开头小写 对不对 稍等吧 我这赶一下 对 开头小写呢 看起来就像实例名 稍等 我这怎么还报告错 好 开头小写看起来就像实例名 对不对 咱们再来一次 再运行一次 肯定是效果一样 咱们看到了 定义一个在线的类 然后呢 把它实例化 这个类是哪个类 是这个类啊 object类 是没有名字的 这个mocdb 是这个类的实例 是这个抽象类的实例 是这个匿名类的实例 好不好 我刚才说错了 不是抽象类 是匿名类的实例 然后这个mocdb 实例完之后 就按照正常的类实例方式 去引用 点 collect 打印 然后是点 close 关闭 然后这个logo输出也是一样 匿名税库连接 匿名税库关闭 这就是匿名类的定义 非常的简单 介绍给您 在咱们的今后的 实战 这个变码过程中 肯定用得到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代码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 youtubeyoutube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 youtubeyoutubeyoutube 高清嘛 对吧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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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